在失戀之後呢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找回自己的生活 即使你的兄弟姐妹們呢 也都告訴你說 欸這段感情就這樣啊 可是呢你還是會非常的崩潰 然後沒有辦法停進去 可是你真的會覺得說 我每天起床沒有目標 我起床之後手機打開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在我們正式分手的這兩個月內呢 我接了30個案子 就是你在生活中大概會有8到9成的時間 是非常茫然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 今天呢想要來跟大家聊聊天 那聊的主題呢就是 戀愛腦 在失戀之後呢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找回自己的生活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一個非常戀愛腦的人 基本上交了男朋友之後呢 全世界都是男朋友 我必須老實說 我覺得這件事情 並不是一個多好的現象 因為我其實也認為 戀愛之後呢你應該還是要保有自己的 保有自己的工作 生活 家人 朋友 那大家也知道我大概在前陣子的時候呢 也結束了一段還蠻久的感情 大概有3年的時間嘛 那其實分手到現在呢 大概已經過了快要半年了啦 是不是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說 我這半年來呢 是怎麼從一個非常崩潰的狀況 可以走到一個 還算是生活正常 然後心情也穩定的狀態 那首先第一階段呢 我覺得 剛分手的時候 你一定會進入一個極致崩潰的狀態 因為如果你沒有戀愛腦的話呢 其實大部分的人應該是可以很快的理解到說 欸這段感情的合適啊不合適 然後你們中間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不過呢戀愛腦的人呢 可不是這樣想的 戀愛腦的人呢 剛分手之後呢 就會進入非常跳躍式的一個思考 有時候你會是很理性的狀態 但是呢你會突然間又變得很感性 你會去想到說 以前我們經歷過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某些小細節上他是那麼的愛我 那我們是不是還有繼續走下去的這個契機啊 或者是機會 然後你就會在這個跳躍式的思考之中 進入一個自我審思 然後自我崩潰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會在這過程中呢 一直幫這段感情講話 其實你的兄弟姐妹們呢 也都告訴你說 欸這個這段感情就這樣啊 可是呢你還是會非常的崩潰 然後沒有辦法停進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階段啦 就是還在掙扎 接著第二階段呢 就是在你已經進行了非常瘋狂的輸出之後呢 你會發現 這輸出好像 也沒有辦法去改善什麼 每天起床都好空虛喔 因為戀愛腦油的特徵就是 你的全世界只有你的另一半嘛 所以一旦你失去了這個另一半的時候呢 你就會覺得 欸我好像失去了整個世界 可是你真的會覺得說 我每天起床沒有目標 我起床之後 手機打開 我不知道要做什麼 就是你在生活中大概會有八到九成的時間 是非常茫然的 你不知道你該做什麼 因為沒有目標了嘛 以前可能晚餐呢 就是去找男朋友啊 女朋友 現在都沒有了 所以呢在這個時候 就會瘋狂工作 就是我在這段時間呢 非常非常的瘋狂 在我們正式分手的這兩個月內呢 我接了三十個案子 合作的相關訊息 然後合約腳本啊 還有主題的一些企劃嘛 那那個時候呢就會覺得 反正我不管怎麼樣 就是把自己填得非常非常的滿 那我覺得這兩個月呢 也是蠻關鍵的兩個月 你也慢慢的可以去接受 沒有另外一個人 每天出現在你的生活裡面 這個是蠻難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也是正在經歷情商的朋友呢 我覺得你就是 找一件事情瘋狂的去做 就算那件事情 不是你很喜歡的 逼自己去做 第三階段呢 其實跟第二階段 有一點點類似 但是呢 你就是會從這個 高強度的工作跟壓力當中呢 慢慢變成把壓力減小的一些活動 像是我自己呢 就是瘋狂的出去社交 吃飯 看電影 逛街 跑活動 只要朋友有揪你呢 去就對了 啊如果沒有活動 你也可以自己去揪你的朋友 相信我其實他們 並沒有這麼的疏遠你 有時候只是他們覺得說 好吧那你可能在談戀愛 那我們就盡量不打擾 很多朋友其實是關心你的 因為你可能沒有釋出太多訊息 所以呢 朋友們也想說不要太過問嘛 不然可能會覺得自己很八卦 或者是覺得自己很多管錢事 但是呢 如果你願意主動去跟他們聊天的話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非常願意的 好那第四個階段呢 就是讓自身的狀態變得更好 因為你在前面經歷了這個瘋狂的高壓工作 還有需要瘋狂超高能量的這個社交狀態之後呢 其實你也會感覺到有點疲憊 那其實在這個疲憊的過程當中呢 你就會想要回歸到自己一個人的狀態了 我覺得已經可以是一個沒有到很快樂 但是呢也可以很穩定的一個狀態了 那在提升自身狀態的這個點上啊 其實我有幾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呢就是運動啊 你每天看著你自己在鏡子裡的樣子 然後自己的氣色也變好了 素顏也變好看了 這種時候呢你對自己的自信就會提升 自己本身呢就是在近期大概一個月前吧 開始每天起床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先去健身房跑步 然後跑了之後呢 心情也會很好喔 然後因為你的身體狀態 是處於一個比較活絡的狀態 所以你的精神呢也會比較好一點 但他即使是在你下班啊 或者是下課之後呢 才去做運動 他還是有助於提升你 不管是自信啊 還是心情上的一些狀態 都是很有幫助的 那第二點呢 就是可以讓自己在休息的時候呢 真正的放鬆 會讓整天都處於一個神經非常緊繃啊 然後非常亢奮的一個狀態 那這一點呢 我大概是在半年前的時候呢 感覺到非常的不一樣 其實起因呢 是因為我在今年初的時候啊 開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嘛 那這個壓力也會變得比較大一點 所以有一陣子呢 其實我的神經是非常緊繃的 尤其是在前兩個月 一個月接十五個案子的時候 我簡直是進入到一個 生無可戀的狀態 那大概在半年前呢 因為有朋友的關係 所以我接觸到了香氛這個東西 首先呢 它讓你的家裡面提升了質感 回到家的時候 心情真的會比較好 這是一個家的感覺 然後是一個你喜歡的空間 今天也想要來跟大家推薦兩款 我目前自己有在用的香氛 這是這兩款 既牛王所推出的香氛 那它的原料呢 都是來自法國的香水小鎮 格拉斯所產出的 非常的高級 這兩款香氛呢 其實不管是香味上啊 還是功能上 都非常的不一樣 它的香味呢 是分成前中後調的 是不是跟香水一模一樣 第一款呢 是西西里萊姆 是如果你喜歡果香啊 檸檬清香的話呢 絕對會非常喜歡的一款香氛 它的前調呢 就是檸檬啊 蘋果啊 還有柳橙 然後中調呢 會變成是蘭花跟玫瑰 最後呢 則會變成香籽的香氣 不過我覺得目前現在聞起來啊 其實它也是偏向檸檬的香氣比較多 所以算是一個很清香的味道 我覺得很適合放在辦公室 而且呢 它是很適用於大空間的 香氣上呢 還算是蠻濃郁的 它就很像是 你在家裡面呢 放了幾片檸檬片 慢慢飄出來的一個清香 然後我們看它平身的部分 其實做的蠻中性的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的呢 是它的平蓋的部分 你只要把它打開 之後呢 把這個蓋子 放上去 聽到破一聲之後呢 它就是蓋好了 有沒有它還是非常的小巧 很省空間 那第二款呢 是海洋香波 這款呢 是我自己目前 這個系列裡面 最喜歡的一個味道 那這個味道呢 我目前是把它放在我的房間裡面 很像是你去墾丁玩 然後走進民宿 裡面會聞到的那種味道 它的調性呢 整體來說是花香 然後最後尾 因為帶一點木質調的 它的前段呢 是紫羅蘭 然後在中段的時候 就會變成是 玫瑰啊 茉莉啊 菱蘭這種 稍微偏甜一點的花香調 就會在最尾段的部分呢 再轉成比較木質調的雪松 然後呢 它還有一個我覺得 非常棒的設計 其實這一款呢 是可以拿來當作 車用相分的 因為車子上的空間 是比較小的嘛 那這款呢 它是可以自己 調整相分的 這個濃郁程度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蓋子上面啊 有一圈很像是 那種車內通風的那種氣孔 那這個氣孔呢 上面可以這樣做旋轉 這邊呢 也會有一個指示 有個水滴來告訴你說 轉到哪邊呢 它的香氣會比較濃郁 然後這款呢 還有一個是我自己 蠻喜歡的特點 就是它旁邊的這條包裝 都是用皮革的方式去做成的 所以呢 它就會大大的提升 這整個香氛看上去的質感 放在車上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的適合啦 那介紹完我最喜歡的 兩款香氛之後呢 其實它還有另外三種口味的香氛 我們就簡單介紹一下 第一款呢 是跟西西萊姆同一個系列的 黑莓 那它的前調呢 是水果、橙還有青草 中調呢 就會轉成橙花跟百合 最後尾段的部分呢 則是色香跟木頭 所以它在尾段的時候呢 就會帶一點木枝調 接著就是跟海洋香坡 同系列的藍色納普勒斯 那它的前調呢 是蘋果跟覆盆子 中調的部分呢 會轉成花香、玫瑰跟小蒼藍 最後呢 後調的部分是色香跟琥珀 最後一款呢 也是跟海洋香坡同系列的白茉莉 它的前調呢 是百合跟伊蘭 中調的部分呢 是茉莉跟玫瑰 最後尾韻的部分呢 是白色香跟粉紅 所以這款呢 其實是比較偏向花香調的 另外呢 現在官方也有優惠價 本來一瓶呢 單價是489元 但是現在呢 有幫大家爭取到優惠 你要399元就可以買到囉 所以如果你喜歡我剛剛前面介紹的 任何一種香氛的話呢 都可以到官網上選購看看喔 所以介紹這麼多之後呢 其實重點呢 就是想要跟大家說 你在忙完了一整天之後呢 香氛可以讓你在回家之後 感受到放鬆還有紓壓這兩件事情 也會睡得比較安穩一點 所以晚上睡個好覺 讓白天有一整天的好精神 這也是提升自我狀態一個非常棒的做法 那在經歷前面這幾個階段 我覺得大概可以回覆八成左右了吧 就是生活平穩 工作平穩 然後即使是你一個人在家的時候呢 你也開始能夠去學習怎麼樣 好好的一個人 不管是做些什麼都好 然後也是經歷過了好多好多好多年 我自己覺得我到今年開始 我才真正的有理解到 生活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最後呢 也感謝大家聽我講了這麼多廢話 那今天分享的東西 可能也不適用於每個人啦 那就是一個經驗分享 所以在這裡呢 也想要回饋一下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說 不管是你對戀愛腦的看法 還是你自己感情上的經歷都好隨意 那我們就在之後呢 抽出非常可愛的 迪士尼車用香氛 那款式的話呢就是隨機啦 那更詳細的抽獎資訊呢 我就會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告一段落了 之後有機會的話呢 再來跟大家多多聊天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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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